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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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憲議會召開之後 路易十六就暗中調集軍隊 將巴士底玉塔樓上的大炮 對準了盛安東工人區 國王準備以武力鎮壓革命群眾運動的消息傳出後 巴黎各街層人民 纷纷举行游行示威 但是就遭到政府军的枪击 7月13日凌晨 巴黎上空敲向了警钟 起义的群众 从残废军人员和军械库中 奪得大批枪支 同时连夜赶造了五万多支长矛 人民群众捉起街旅 和政府军在街巷里 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晚起义者占领了 除了巴士底獄和少数据点以外的 巴黎主要市区 这时大金融资产阶级 和自由派贵族万分惊恐 匡忙组成了巴黎市政厅常务委员会 以便控制局势的发展 7月14日清晨 打到巴士底獄去的口号声 响切巴黎上空 30万起义群众 加入了进攻巴士底獄的战斗 资产阶级控制的市政厅 曾派人和守军谈判 但是守军司令就下令开窗 造成100多名群众伤亡 憤怒的群众異常英勇 用大炮打断了吊桥承索 攻进巴士底獄 释放了獄中的政治犯 处死了守卫司令 7月15日 路易十六被逼从巴黎撤军 而且承认了制宪议会 以国王的弟弟 亚当雅伯爵为首的反动大臣 宫廷贵族们纷纷逃亡国外 企图借助国外反动势力 自己反破 7月14日 革命者推翻了法国波旁皇朝的专制统治 政权转到制宪议会手里 这个是巴黎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 它标志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端 后来7月14日这一日 被定为法国国庆日 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獄 吹响了全国城乡人民革命的号角 全国各大城市在几天之内 相继爆发了多次人民革命运动 推翻封建政权 成立了市政机关 建立了国民智慧军 历史上称之为施政革命 代表大资产阶级 和自由派贵族利益的君主立宪派 就乘机展开政治活动 蝕取了胜利果实 由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巴依任巴黎市长 自由派贵族拉法叶特任国民智慧军司令 与此同时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也席卷全国 深受封建剝削和压迫的农民 纷纷拿起武器攻打地主庄园 用搅架处死地主 吓得封建贵族狼狈地逃到城市或者国外 封起云涌的农民运动 不单使令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令到城镇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 而且推动君主立宪派 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